青衣一架毒品快餐車遇到警方截查追截後發生車禍 事發於星期六凌晨1時多 一部私家車駛到葵青路青衣藍橋的路障 交通部警員指示司機停車 但司機拒絕合作並且加速逃走 警員隨即開車追截 私家車駛到青衣路 男司機及車內兩名男性客 將部分懷疑是毒品拋出車外 當私家車駛到楓樹窩路 近丹江山交匯處 為而失控先橙上右邊的行車路石坡 再撞向左邊花槽石坡 數位20米長的鐵欄 撞位一個路牌及射燈器 最終橙上行人路 36歲姓鄧的司機被困在車內 消防捷報到場將他救出來 車內33歲姓卓 及35歲姓林的男性客受傷 3個人清醒被送院治理 警員稍後在車內及青衣路 檢獲33.9克懷疑可卡因的毒品 經初步調查後 以涉嫌泛運危險藥物將3個人拘捕 盛頓的司機同時涉嫌狂亂駕駛被捕 請到最後一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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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